南韩与美国今天开始举行代号自由之盾的大规模联合军演 总共11天是两国优势以来为期最长的联合军演 根据韩联社报导指出 这次将举行20多场演习 包括双绒联合登陆演习 以及幼木刀联合特战等 联合野怪士兵机动训练规模 也将提升到过去美韩联演水准 除了强化韩美联盟应对能力 同时也模拟实际战争状况 12号凌晨 北韩发射两枚战略巡弋飞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也证实 军方侦测到由附近海域前舰发射的不明飞弹 可能是北韩建制韩美联合军演所采取的措施 分析指出 北韩在接下来演习期间 可能会持续发射飞弹反制 南韩官方指责 北韩针对例行的防御性演习挑衅 对紧张局势没有任何好处 此外北韩朝中社报导指出 金正恩命令北韩军方为真正的战争加强演习 同时也要求官兵做好两项准备 分别是嚇阻战争 以及在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南韩媒体则指出 北韩可能发射飞弹和火箭炮等武器 同时动员核战力运用部队等海陆空三军 进行大规模野外机动训练 面对北韩逐渐禁闭的军事力量 越来越多南韩官员认为 发展核武器或重新部署在朝鲜半岛的美国战略 核弹与飞弹成为一种选项 南韩首尔市长日前也表示 即便冒着国际反弹的风险 南韩应该加强打造核武器 作为加强对北韩的防御 相关的调查数据也指出 超过70%的南韩人支持发展核武 另外有59%受访者认为 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 北韩可能会动用核武 针对这次的韩美联合军演 南韩军方则强调会加强对北韩监视和戒备 应对演习期间北韩发起挑衅的可能性 记者张伟珍整理报道